我们上一次有上了核心 那其实踢谱就是用腿的用脚 我们在潜水或者不管是气瓶潜水 或者是只有潜水的踢谱的技巧 其实也是需要核心的力量 所以如果有核心的力量 会让你踢谱比较有效率 而且比较可以保护我们的下背 也就是我们的腰的部分 会比较容易不会让你腰酸 然后在平常的时候也是一样 所以你的身体没有保持水平 就是没有保持跟海平行 没有跟地板平行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会 变成脚会踢到沙 或者是你的头会往沙子冲进去 你的头会擦水 或者是你的脚会仰沙 或者是踢断珊瑚 这些我们都不希望发生 所以会有一些 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的技巧 今天我们会 一样慢慢会从基础的课程去堆叠 上一次我们是不是上到核心的部分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核心 要怎么启动你的核心比较快对吗 上一次我们是用地板来做练习 那如果你没有地板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可是我在水里浮力很大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核心 你试试看 如果你不管你有没有在水里 不管你有没有水里的浮力 或者是你在陌地上承受地心力 只要你的核心可以正确启动你的核心 再去做一些肌群的推动的时候 它就是真的会比较有效率 对 我们可以 你可以自己做实验看看 但是反正这些练习 你在陆地上也是很好用 在日常里面也是很好用 好 所以呢 我们会运用到一个 因为扑 我们的挖鞋是穿在脚底板 跟我们的鞋子一样 那但是它跟我们鞋子不一样的是 它有一个扑面 所以你会需要用上 你很少用到肌肉 也就是你的脚踝 好 所以在我们在这边可以用脚踝呢 平常走路 跟我们在陆地上 真的会很少用到这一块 所以我们试试看 把它 我们自浅的时候 因为它的挖鞋很长 所以我们会需要 把这个前后脚的剪刀脚 做得比较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把它踢开 就是把它脚整个踢开 那在气瓶里面 其实你不需要太大 你只要轻松的 轻松的让它 轻松的让它踢开就可以 那之前可能会需要 踢大一点点 就是把它踢开之后 因为它的 鞋面比较长 所以它踢开 然后但是不用 就是两种都不需要太快 就是不需要 不用太快 不用 不用锁食 正常的速度 就是你其实轻松的 用你大腿的肌肉踢就可以 然后之前可能需要大一点点 那当然这个角度 你会自己去感觉你的 你跟水 你加上水 还有你髋关节 也就是你大腿 髋关节 跟你的大腿肌肉的肌耐力 配合在一起之后 你会感受到那个速度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速度就好 所以课的重点只是告诉你 就是分享给你说 到底这个踢挖鞋的动作 我们到底是需要 用哪边的肌群 然后还是要锻炼哪边的肌群 好吗 好 然后我们 所以我们把脚背贴向地板 然后把屁股做向脚跟 通常这样子啊 可能已经会有点痛痛了 那跟刚刚一样 如果你感觉有点痛 你可以卷个毛巾 或者是卷 把垫子卷起来 然后放在你的脚背下面 然后让你的脚背就是 不会那么刺激 但是别担心 这只是一开始的练习 等到你的脚背 等到你这边的肌肉 比较适应了之后 他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好 我们这边有做一个练习 试试试看哦 把脚背压着 然后屁股做向脚跟 我们的手轻轻点在后方的地板 然后如果你感觉 脚踝很高啊 点不到 你可以把砖放在后方 手撑在砖上也是可以的 对 好 会示范 手在砖上的哦 当然手在地上 或是砖上都是一样的哦 好 然后把你的核心收紧 所以把你的下背 推进来肚子收紧 脊椎拉直 肩膀打开 保持胸口打开 我们把中心向后 膝盖稍微往上拉 你会稍微锻炼到你的脚踝 的肌肉 肚子收紧哦 当然你的膝盖 可能不会提向我这么高 也许你提一点点就觉得 啊 哦不是 我要丢白毛巾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度哦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慢慢锻炼让你的膝盖 每一次吸气的时候拉上来很多 然后如果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回来休息一下下 我们做几个回合 好 再一个吸气往上推 好 然后所以你每一次 都会感觉你的膝盖 再拉起来高更多哦 肩脚紧张哦 胸口打开 很好 保持呼吸 然后感觉还已经快要极限 好 来放下 再做一个回合 吸口气往上提 肚子收紧 对 所以你的脚底板呢 脚底板会整个包向你的屁股 然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脚踝这边 拉伸 拉伸了很多 对 收着肚子 所以尽可能不让你的肩膀 跟你的背 变成这样的话 记得把它推开 然后手肘尽量靠近身体 往中间集中 可以的话把膝盖再往上提高 去伸展 跟断立我们脚背跟脚踝的肌肉 停一下下 最后一个呼吸 好 然后我们慢慢回来 好 来 把手往前 轻轻松开我们的脚底板 然后我们把脚坏要转一转 对 轻轻的再转一转 是不是很痠痛 因为平常我们都会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在潜水里面 这个是指我们要上去 所以核心很重要 所以核心 把它跟腿的肌耐力连起来 一起锻炼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保护 尤其是你在水里面 你要对抗水流 水有那个流 废话 水流 所以那个流 好 你会讲用没有就很一样 水的流 按流 然后就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会感觉 我一直被推着走 或者是我怎么游 怎么都没有前进 有没有 你一定有这个感觉 有时候我们冲浪在水上也会 水下面也会 而且水上跟水下 有时候流还不一样 所以这个水流 有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去抵抗 这就是谈利贷 的用途 就是你会需要真的多一点点 比你原本的力气 还需要再用上 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让自己有推进力 那冲浪也是一样 在我们滑水的时候 遇到流也是一样 你的手背力量如果真的不够 你就是滑了半天 你就还在原来的地方 甚至你还倒退 这真的还蛮危险的 你就没有办法定位 你就看你的伙伴在前面很远很远 你一直离他们越来越远 可是你一直往他的方向滑 心很累啊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需要这系列的课程 真的是要帮大家好好锻炼 你在水里 水上 或是利率上 甚至都可以好好增加自己的期待 跟利率 这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好的 Dashboard 对